最後一段爬坡 最後一里路了 搜救人員沿著陡峭的山壁 一步一步往上爬 因为他们获报 有人受困在橡皮隧道的半山腰 19号中午12点多 消防人员获报 一名68岁的李姓男子 没有携带任何装备 独自一人要从苏花公路的橡皮隧道 攀升到下方的海滩 不料后来因为长潮李姓男子 开始往上爬先避避 没想到往上的路太陡 男子又不敢往下走 这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最后在半山腰处动弹不得 受困者因体力不支 受困在半山腰无法动弹 消防人员获报后 从苏花公路下切到海滩扩大搜索后 终于在半山腰附近 发现体力透支的李姓男子 索性评估后 没有任何不适 在下午三点多 将李姓男子带回到路面 湛蓝的大海壮观的悬崖 成为攀岩好手的喜爱 这橡皮隧道位在花莲县 秀林乡和平村附近 是日治时期就开凿的领海道路 更是就苏花公路 姑姑子断崖的秘境之一 许多人前来就是想一窥 这领海断崖的奇景 男子上网搜寻秘境 却没做好准备 仅没看成最后带回一身经 三地新闻 吕燕林去 欢迎才会